小国不可蔑视 台湾我们立足在全球 今天New York Times说 我们是全球资讯战 全球晶片大战重中之重 得台湾晶片得天下 今天社长要带我们来看到 再小的国家你都不能蔑视 不然代价就是覆水难收 对 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子 从对抗 两国的对抗到对战 对抗到对战中间那个时间距离 你可以说它很短 也可以说它很长 往往你从历史上 往往一点小事情 或者说一个物件 它就像一根火柴棒 一掉在地上 地上都是油的话 红然一升 它战火就点燃了 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 辽国 辽国怎么灭亡 辽国是很强大的一个契丹国家 辽国你看这张图 在比宋时代 它在华北这个地区 整个都是比宋时代 因为它烟瘾16周被占走了 在华南这边跟华中这一带 华北是辽国 那辽国其单立国207年 为什么灭掉 很老玩 为件小小的事情 随便让他刚才讲的 金朝 就是后来也建立 李甄祖建立了金朝 后来也建立满清 都是李甄祖建立 金朝 金朝在辽国建国家 在辽国统治这个华北地区的时候 它其实呢 它还没有建国 金朝当什么样 他李甄祖只在东北这一个小角落 在那边生活 但它是被辽国统下管制的 那为什么金朝后来 短短几年了 两年时间开始起兵 打辽国的时候 辽国就灭掉 为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叫海东青 这个是什么 海东青青是一种阴准 阴准里面飞得最快 而且 在画面当中看到了 哇 它是一个老阴 老阴 它是有阴中之神之称 万阴之神 这个阴准 阴准刚好它生产的地方在黑龙江 在黑龙江 尤其是在黑龙江五国城一带 还有在松花江一带 那这个地方刚好是 李甄族生活的地方 所以李甄族信念这种阴准 这种万阴之丸 就叫海东青 他去打猎的时候 人手一只 去打猎非常好用 他看到猎物 远远的 不管你兔子 小野狼 小狐狸 扑上去 一下就追到抓到了 所以海东青在 李甄族的心目中 是一个 我们讲像神一样 叫神鸢一样 对 神鸟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 辽国当时统治的这个李甄族 辽国末代皇帝叫天作帝 天作帝你看这幅画像 这边有一个 他喜欢打猎 喜欢打猎 尤其辽国当时喜欢一种东西 叫珍珠 珍珠你看这顶帽子 后来清朝晚清皇帝这种帽子 上面都有这种珍珠 白色这一颗一颗的 还有那个草珠一串 一百零八颗 上朝的时候挂的 这种珍珠在黑龙江跟松花江里面 专产一种淡水珠 这种淡水珠叫东珠 东珠很圆滑 很圆润 而且颜色非常漂亮 草珠比较小 帽子上面这个比较大 你知道2001年这样 一颗珍珠 寒价多少钱 那个人民币一百多万 一颗 尖价 一颗对 所以你看那个黑龙江 产种东西 那辽国他们特别喜欢这种珍珠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买这种珍珠 去卖给宋朝 卖给北宋 赚钱 赚钱 好那辽国当时 自己怎么捕捉那个珍珠 拿这个珍珠 他们因为这种珍珠 很老板在华北地区 有一种燕鸭 那种燕鸭春天的时候 下来竹草 竹草他们喜欢要肚子饿 他喜欢去吃黑龙江里面的一种 背棒 那种背棒里面就是冬珠 背棒里面 不一定每一颗有 都吃进他肚子里去了 对 那个燕鸭吃的时候 他这边有一个树狼 树狼那个 珍珠是比较硬 它就会放在树狼这边 所以你去抓燕鸭的时候 就容易拿到这个珍珠 你人要到黑龙江里面去找 一万颗 一万颗 棒贝你可能只找到一颗 里面才有珍珠 所以这个燕鸭很好 它会喷变 你只要抓燕鸭就好 所以燕鸭以前是用人去抓 用这个 这个是燕鸭成国公主古墓出土的 这个叫刺蛾锥 它必须人躲在 拿这种东西 躲在那个燕鸭竹草 春天竹草的时候 躲在旁边 看燕鸭下来的时候 啪一上去用刺蛾锥刺 那一方面也是信念燕鸭 那个契丹人的一个身手 就像那个木南丘烈一样 那你这样很慢 后来他们发现 尼真祖用这种海东青 一看到燕鸭一放 燕鸭根本跑不掉 烈鹰去把你抓更快 对 所以尼真祖这个珍珠 很多 很多 燕鸭就跟他要 要的时候问题来了 他要两种 要海东青 神鸟 一种是珍珠 你直接给我 要两种 但燕鸭当时天竹地 派过去的那个大使 他有一个叫银牌天使 银牌天使 天竹地本身就是一个 很伪类的一个皇帝 底下人有样斜样 这个大使为什么叫天使 天朝来的时辰 叫天使 银牌天使 他拿这种牌 这个牌也是一样 古墓出土的 就是那个皇帝的 医用的那个银牌 所以叫银牌天使 银牌天使从燕鸭一直到 米甄这边 到米甄这边 他为首预为 第一个我来了 天朝大使 你们都是我的臣民 对 要共吃 共喝 有喝 要贿赂 然后他最糟糕的是 做了一个 这个天使来要 米甄主要跟他见诊 见诊是什么意思 赔税 你能赔税 所以他看上了 不管是你的妻子 你的女儿 他要你赔税 你就必须见诊 要吃 要抓 要跟他睡 对 所以米甄当时 米甄主刚才对疗果就很感冒 那有一个对抗的心态 对抗的心态 好啦 那刚才讲 这个又海东青加上来 江南 我海东青 全部被你拿走 我米甄主怎么生活 我珍珠全部供应给你黑龙江 你不可能 棒贝要多少年才会生一颗珍珠 全部拿走 我自己挖不下 然后你动辄打骂打杀 所以后来在西元1115年的时候 1115年就是大金建国那一年 大金出了一个皇帝 就很有名的 完颜阿古打 是 金朝的一个开国皇帝 那完颜阿古打对上这个天作地 完颜阿古打当时就跟金朝的子民讲说 潦草同事我们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 有一天你珍珠会断 海东青也抓不胜抓了 都全部给你拿走 我们自己生活有困难 妻女还要被他们蹂躏 怎么办 干脆为后代子孙着想 骑啦 骑兵打 就西元1114年 他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圣旨 那时候还没有当皇帝 就对他所有的部落开始这样讲 然后他整个大金朝 东北这边他还统一了 就打 打出了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战 我们你可以想想 一个战场上 70万人往后撤拼命跑 2万人在后面拼命追 这么玄奏 70万人退 倒过来才对吧 对 完颜阿古打起兵 所以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 都有他的人耐 完颜阿古打起兵的时候2万 他只有2万人 天作地 后来说女真族起兵 他不高兴 亲自一架亲身带着到70万 是 70万 你看当时 他们这边叫 辽国的南京 南京就现在的北京 因为他是在辽国南部 所以叫南京 其实是北京 他就一路 一路开始 往北 往北一直到这个黄龙虎 黄龙虎就是以前叶飞 指导黄龙 就打到这边 就打到这边 这边是现在吉林省靠黑龙江的一个地方 已经打到黄龙虎了70万 望风披靡 根本你真族前面的没有人敢打 后来一直打到黑龙江的一个武昌 现在的武昌线这边 在黑龙江的西部 完颜拉古打两万军兵 出阵 出阵 当时出阵 他们看说这个辽国的军队 这个叫 武昌这边以前叫 富富达冈 所以叫富富达冈之战 当时这个军队70万人一字排开 你知道那个连勉 你看不到天边 连勉到天边 你根本看不到尽头 那这两万人还打什么呢 对 所以有一个阵势 完颜拉古打很厉害 是当时这样 辽国一字排开 完颜拉古打两万人 人家70万 你两万人小小的 大概这么一块 对 一块 完颜拉古打跟他的部队说 你看这些这个整个一字排开 里面有一个地方 那个金旗特别多的 我们讲那个金旗摇摇 这个金 金旗摇摇的 翠华摇摇的地方 一定是皇帝一家亲征的所在 天作地就在那里了 对 所以你不要去分散打击 你就一路攻中间 看那个旗子最多的地方 一路往那边冲 我单点突破 所以往那边冲 那冲的时候你有一个困难 我这个一字形对不对 我冲的时候 这边被你冲进来 凹进来 完颜拉古打这边冲 你会被包围 会被包围 完颜拉古打的时候 这是绝命之战 你为了后世子孙 这一仗你必得打 而且要不我们就全部战死 两万人全部战死 你冲进去 如果追着皇帝打 其他你就不管 不管 被包围了 你没有后路 那刚好当时这个辽国的天作地 他也换了一个大错误 他叫我70万人 对方的情报算一算两万人 被他冲死 所以他没有断后的军队 就是我不准备要逃的时候 断后军队通常是到部队撤退 截断你的后勤 不是 自己的断后部队 就是我自己的部队要战败 主部队要撤退的时候 有一支断后部队专门迎过来 让自己组部队趕快撤退 掩护我们的部队撤退 然后他去先打一仗 他没有这样的部队 他没有这样的断后部队 所以这一仗后来一冲进来的时候 整个辽国经营大乱 皇帝的那个战旗 整个被摧毁 摧毁掉 表示皇帝非常危险 是 这第一个 第二个当时天作地 因为我说他是一个 匪类的一个皇帝 他当时在国内为首为首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 组部队里面 里面有个副将 一个副将 临政叛逃 也没有去托到对方阵 叛逃 回自己的 刚才讲南京这边 犯了最大的忌讳 对 而且还想立另外他的叔叔 天作地的叔叔 当皇帝 所以天作地心里一招一乱 整个七十七万大军队 乱成一团 所以当时两万军队 完全还不打 一打 史书讲说当时那个草原 史书遍野血流成河的一个地方 整个草原变成红色 所以后来这一战天作地拜 辽国拜 一一一五年 完颜二国朝 正式立国号为金 金朝就这样诞生 一一五年 但一到一一二五年 十年之后 因为金朝 辽国在这一战 已经整个实力 整个被几乎歼灭掉了 所以十年以后被金朝 从那一路南下灭掉 再过两年 比宋 回宗被 哇 这个是主牌效应 两万吞 七十万 七十万 再吞北宋 对 所以一一二七 比宋灭 所以后来天作地 跟比宋的宋回忠 同时被金人抓到 所谓黑龙江的五国城 所以有人在笑说 历史很 两个大皇帝 在那边当成虎虎 这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但你在想 刚才讲的 所有的引爆点 引爆点 就是那一次海东心 其实也是为了珍珠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两国在对抗的时候 刚开始 那对抗的心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哇 真 像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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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